谁来打关进口食品系列报道之期 中央社记者杨淑敏、张明轩排北二十九日电 进口食品不论透过实体通路、网路或出国都可买到 但不同的购物方式消费权益不一定都有保障 消息会建议购买进口食品最好像可依法就责的代理商或经销商购买 较有保障 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校基金会董事长尤开雄表示 进口食品的食安问题因各国对于食品添加物、检验标准、宽松等不一而产生 消息会坚持属地主义 不论哪一国食品卖来台湾都要遵守台湾的标示及检验标准 消息会食品深做案二成来自网购聚消机会统计 2016年接获的食品深做有59件 其中25%来自网购 2017年1到8月食品深做有39件 其中20%未网购 深诉原因有下丁老却缺货 标价错误 疑似被诈骗没收到产品 无法退货等 有开雄提醒消费者 现在购买进口食品管道多元 但因了解自行购买代回 商品若有问题 想找制造商就则是有难度的 网购海外食品也存在类似问题 消息会接到越来越多的申诉 按键告知 成品有问题 找不到业者 建议消费者想买进口食品 最好向可依法 就责的代理商或经销商购买 叫有保障 民众到卖场购买进口商品 商品包装的标识上 都会注明输入商或进口商的地址 联络方式 请 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副处长 吴正学表示 进口商品的输入厂商 对于商品品质要负所有的责任 与国内制造商相同 即使输入商并非进口商品的实际制造者 对所引进的商品同样要负完全的责任 依据消费者保护法第九条规定 输入商品或服务之企业经营者 视为该商品之设计 生产制造者或服务之提供者 负本法第七条制制造者责任 由于进口商品的输入厂商 要负商品安全责任 民众在购买进口食品时 要注意包装上是否有合格的中文标识 一旦商品在使用上有问题 标识上的进口商需负责处理 台湾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食品安全咨询委员会组长 王静坤表示 民众透过平行输入方式购买的国外商品 例如水货 跨境网购等 就要小心 如果购买商品时无法确认代理商 若购入后商品品质有状况 恐面临求偿无门的情形 跨境购买食品 恐不易求偿 近年网购市场蓬勃发展 消费者若透过国内知名购物网站 购买食品 适用食品或餐饮服务等有购买卖 定型化契约应记载 及不得记载 事项保障 定型化契约要求产品标识的内容 及业者资讯 本应充分揭露 让消费者知道产品的成分 产地 制造日期等资讯 有问题时联系得到业者 据消保处统计104年到106年 消保处接获 关于网购食品的申诉件数分别为57件 95件 69件 和寄进 3年共221件 战者 3年食品纠纷总件数2478件 约8% 吴正学表示 若消费者到国外网站购买 上述的定型化契约权益 不一定有保障 若商品有瑕疵也不易跨境求偿 其实因跨境电商引发的消费权益问题 目前在其他国家同样都有不易处理的情形 吴正学同时指出 网购没有国界 即便购买国内的食品 也有运送保鲜不稳定 一律存在 货品送到消费者手上时 务必要检查外包装是否完整 内容物是否妥善保存 若无问题尽速吃完 以免先进数字升 进口食品怎么挑 食药薯胶四铁 不进口食品怎么挑才能吃得安心 卫生 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 提供消费者购买14大步骤 首先 注意标示是否正确 举例来说 食品的容器或外包装都应以中文及通用符号明显标示 原产地国与国内负责厂商名称电话及地址 以及品名 内容物名称 食品添加物名称 营养标示 有效日期 含金因改造食品原料等资讯 其次观察外观是否完整 食药薯表示 进口食品从国外运到国内 运送过程中容易因温度保存环境等因素影响造成变质等问题 民众可观察食品外观来判断是否有毁损或变质腐败 例如罐头食品有无膨胀变形等 食药薯说 第三点是留意保存是否 确实 食品是否还在有效期限内 最后应当心蓬丰的搏来食品 例如不要轻信厂商夸大不时的广告 避免破费又伤身 106092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